魏无羡带着蓝望鸡,眉欢眼笑的下楼 蓝战,没什么事你别出手 这几人一直在出言挑衅,估计是想探我们的身份 蓝望鸡耳边传来魏无羡的声音 这声音其他人却听不见 这并不是仙术,起码不是蓝望鸡所知的仙术 是魏无羡不知何时自创的传音助尔 黑夜少女这回看清了两位来者,一时竟有些惊呆 长那么大,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男人,还一下来俩 他没想到,自己没被对手的杀气震住,却被帅气震住了 好俊俏的两个小狼军,尤其是白衣这位,简直长得飘飘欲仙啊 这什么神容啊,虽虎狼却挺形象的 魏无羡眉眉头一皱,瞥了一眼蓝望鸡 他虽并不改色,却以微微握拳 本就是小古板,遇到这种诡诀彪悍的小妖女,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 爹爹,我不想打了,别把人打伤就不好看了 这两个小哥哥我都要了,咱们把他们招回家吧 黑少女突然对道士撒起娇来 道士正要答话,却发现少女呜呜起来 似乎有话说不出,指手画脚的指着自己紧闭的嘴 你还真是忍不住要出手啊 魏无羡眉对蓝望鸡笑了笑,好了,交给我 少女明白是这两人搞得鬼,稳得转身 没了刚才的贪吃笑意,此时如野兽般目露凶光 他猛一发力,软鞭如狂龙游走般向魏无羡省抽来 魏无羡微微厚仰,避开道,别生气啊,有话好好说 上次在怡林和贾老祖们玩闹,拨及了不少百姓 更是给蓝望鸡添了麻烦 魏无羡虽然喜欢玩闹,但绝不想给蓝战添麻烦 本来给了三件碎银,想稀释宁人 没想到这高老大不但趋而复返,还带来了一些吉人意识 这些人言语挑逗,屡屡逼他们出手 估计是有人认出了他们,想要通过他们的招式确定身份 蓝望鸡出现在彩仪镇,本不是什么西汉史 但这是二人来买个店的私事 若传出去又要贡献许多香烟画本,坏寒光君名胜 实在不想节外深知 高老大虽是凡间高手,却不敌这个小丫头 因为这小丫头本就不是常人 魏无羡故意东倒西歪的每次闲闲躲过攻击 似手无腹肌之力,嘴里讨饶道 哎呦好险,姑娘冷静点 蓝望鸡摇摇头,且看卫英又要玩什么花样 见蓝望鸡居然袖手旁观 而魏无羡几次险遭毒手,牛长辉勉强站起,踢刀想去救她 却见蓝望鸡身影一晃,挡住了她的去路 虽一言不发,意思却很明显,你别管 魏无羡装疯慢傻,在大堂里东左西藏 绕着桌子转,锁到之处,鞭子避尾随其后 朝朝狠毒,将大坛的桌子大半抽烂 魏无羡便逼入了墙角,挡在了一人之前 牛小叶蹲在墙角,抱着头色色发抖 从开打以来,她便躲到了这里 少女转身一个蓄力,估计想说,看你哪里跑 可嘴似被缝起来一样,一言难八 让她更为恼羞沉怒,使出时辰力朝魏无羡挥鞭 鞭子划破长空,呼啸袭来 本是软鞭,此时却锋利四刃 常人若被抽中,即使劈开肉绽,将直接切肤断骨 魏无羡空手便直接,手势绵绵并不刚 顺着鞭势游走一段,呼得手心发力将鞭一拽 一股强劲犀利顺着鞭子传到少女手中 将她连人一带,甩向魏无羡 不好,魏无羡将手指一弹,直立破空击出 将一面扑来的少女震开 抱歉啊姑娘,要是以前我还能君子点把你接下 功劳虎赞,我可不敢 魏无羡心想,他朝蓝忘机挑眉求表扬 却见蓝忘机并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 巨大的打道声吸引了路上的行人 门外的人多了起来 魏无羡微一挑眉,大门护得关上 本是早上,店里却顿时暗如黄昏 这隔空关门的感觉像恶鬼闭上了地狱之门 整个店的气氛都变了 所有人都闷上了一个念头 完了,要被灭口 本来坐在桌前旁观的道士和高老大一伙人 不由自主地站起,神色不定地看着魏无羡 此时他依然面带微笑,却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少女被直立正开后摔倒在地 正要起来,魏无羡凭空甩出一个无形的千金服 手法之快,只有蓝忘机能看到 在其他人看来,少女一直在挣扎,却怎么也起不来 小蝶,你怎么还不起来 道士双手合时,振振有词,开始催念什么咒语 少女浑身轻轻抱起,纤细的腿脚忽然粗壮起来 身上的肌肉迅速冲雪快快涨起 几乎要撑垮她的衣服 但饶势如此,他依然被魏无羡的千金服压得动弹不得 死命相拼,一口血喷出,竟破了蓝家禁年术 此刻他理智全无,形同走失 嗷嗷嗷嗷嗷嗷,少女发出怪兽般的鸣叫 住手 魏无羡的声音如魔音贯耳,其他人听来即使寻常 却在道士耳边放大千倍,与他所念之咒两两相抵 道士大惊,耳如刀刺,下意识捂住双耳 却感觉满手粘腻,鸡帽一看,双手静一鲜血淋漓 两边耳朵如大堤坝掘堤般喷着血 恰得他腿脚发软,急于昏去 咒语停息,少女准了动作,渐渐恢复欣喜身形 他失了神志,昏死过去,身上的衣服多有破损 魏无羡脱下一件外袍披在少女身上 好狠心的人啊,姑娘叫你爹爹,你却要他暴体而亡 鬼姑娘也是姑娘,会不会怜香惜玉 魏无羡从姑娘脑壳处拔出一毛钉 嘖嘖的,可以啊,手艺倒是不错 此刻道士双手乌尔直血,腿脚发软 看着魏无羡还缓走来,吓得惊慌失措,连连后退 大力士见魏无羡靠近,忙去拿他的狼牙棒 方才被牛掌柜半空击落,此时深深嵌入一个大坑 这狼牙棒本就重达千斤,现在更是如装入地 大力士一拔,竟然无法拔起 用猛的用力几下,狼牙棒却纹丝不动 由于他动作很像在拔萝卜 虽惊恐不已,却平添几分奇感 魏无羡忍忍不住扑吃的笑了 将魏无羡缓缓缓走来,撕要干掉道士 这大力士倒是勇敢,放弃了他的武器 张开双臂,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道士之前拦住魏无羡 这位勇士,你这东西丢在地上,又捡不起来 要打架我也不能胜之不武,对吧 魏无羡温柔的望小蓝旺鸡微笑道 望公子,麻烦帮他捡捡,这客人丢三拉似的 全场人的目光都停在了一直在旁 细定神弦的蓝旺鸡身上 这人俊极雅极,怎么看都是翩翩公子 却有一种不怒而微的气场,让人不敢靠近 牛小叶更是紧紧地盯着他 掌柜说他是保护主子的御前侍卫 可刚刚他已经看到了魏无羡的强大实力 这望公子又是何等神人 蓝旺鸡羊要头,缓步到狼牙棒前 抽出两根线长手指,轻捏棒把 看似并无用力 片刻,却听狼牙棒温温鸣响 地坑寸寸归裂,随之一声暴响 蓝旺鸡好似,拿起一串糖葫芦般 将狼牙棒轻轻举起,儒雅地递给大力士 全场都静了,只有魏无羡寒情默默地望着他 止不住地嘴角上扬 大力士双手发抖,迟迟不敢接 见蓝旺几乎地冷眼扫过 吓得他下意识接过 还情不自禁地说了句谢谢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说这句话 还打骂 魏无羡笑容可居 像个态度热情的店小二 不不不不 所有人惊恐不定,疯狂摇头 这位老大,我早上明明给了你们三店罪营 自认遵守了江湖规矩 你何以去而复返 为难我等弱智书臣 如果是钱少,你告诉我便是 大家都是斯文人 好好说话不好吗 您瞧瞧我这店,被砸得七零八落的 赔,我赔赔赔 您探人有大量,小人有眼不识探山 求您放过我兄弟 所有损失,我赔 不,我五倍奉赔 高老大早已吓得靠在墙角 此刻突然被问起,吓得惊魂不定 唉,贪钱伤感情 我本就像翻修一般 还犹豫要不要留点本来的特色 现在也不用思量了 到时要谢谢你们,帮忙破旧立心 我是想问下 你们以后还要经常来造访吗 魏无羡道 不来,再也不来了 我,我,您在彩仪镇都不会再见到小人 高老大道 那便送客吧 魏无羡微微一笑 袖子一挥 店门猛地敞开 阳光鲁莽地闯入 照亮店里的一地狼藉 走,走,赶紧走 高老大招呼着一行人连滚带爬地往外窜 慢着,把姑娘带走 魏无羡怒道 大律师赶忙折返回来 抱起如风中残叶般的姑娘 拔腿就走 看着满目疮痍 魏无羡摇摇头 随手捡起一个还能用的桌子和椅子 坐在了椅子上 对一旁惊魂未定的牛二厨道 被他们浪费了我半天 我和汪公子要出去了 麻烦牛二哥您炒几个菜 就我爱吃的那几个 我要带走